希腊立法选举星期天掀开战慢 在完成超过99%的选票统计后 新民主党成功以40.8%的得票率 打败反对党 但还是无法取得国会过半议席 独立筹组政府 因此希腊可能必须重选 由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领导的 右翼新民主党以压倒性优势赢得选举 大批支持者聚集党总部外高喊胜利庆祝 根据选举结果 新民主党掌握40.8%的选票 大幅领先左翼激进联盟港的20.1% 米佐塔基斯感谢选民对执政党的信任 并承诺会在未来的四年内做出大胆改革 但基于未能取得议会过半议席 他也暗示可能需要重选 至于手握两层选票的左翼激进联盟党 大方承认败选 表明会在近期开会 检讨重党挫败的真重原因 面对执政党送选 却无法独立组阁的局面 总统卡特里纳给出三天的时间 让新民主党 激进左派联盟 以及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重党 协商谈判共组内阁 若筹组政府失败 总统就会委任一个看守政府 并在一个月后重新大选 马兴少电视综合报道